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读《战国策》。 秦次四的第九篇《请相往二十年》。 这是《请相往二十年的全文》。 接下来我们一字一句地读一读。 《请相往二十年》。 《请相往》就是楚国的大王, 他是楚怀王之子。 二十年就是他在位二十年的时间。 秦白起把楚西陵,秦国将军白起, 攻陷了楚国的西陵。 或把烟引以陵。 或就是另一支部队, 攻陷了楚国的烟城,引都以陵。 烧先王之墓, 还焚烧了楚国祖先的坟墓。 王途东北, 饱于陈城。 楚王迁都到东北的陈城, 并此守陈城。 楚遂削弱, 唯秦所倾, 楚国从此慢慢拴弱, 而被秦国所倾施。 于是白起幼将兵来伐, 于是白起将军又率兵来攻伐楚国。 楚人有黄歇者, 楚国有一位叫黄歇的人, 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春生君。 游学博文, 湘王以为辩, 故始于秦。 黄歇游学在外, 见多识广, 楚湘王认为他是辩才, 口才好, 所以派他出使秦国。 税昭王曰, 天下莫强于秦楚。 他游说秦昭王说, 天下诸侯没有谁能强过秦国和楚国。 经文大王欲罚楚, 如今听说大王您想要攻罚楚国, 此由两虎相斗而奴犬受其弊, 不如善楚。 这就好比两只老虎恶斗, 而让那笨狗占了便宜。 大王您不如善待楚国, 与楚国友善, 关系和好。 楚湘王二十年, 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西陵, 另一只秦军攻陷烟, 尹、夷陵, 放火焚烧楚国先王的陵墓。 秦湘王被逼迁移, 依靠东北的陈城。 楚国自此日渐削弱, 唯秦所轻视, 不久白起又率军法楚。 楚国有个名叫黄歇的人, 游学各地, 博学多文, 楚湘王认为他是大便之才, 于是派他出使秦国。 黄仙游说秦昭王, 天下诸侯没有谁比秦, 楚强。 如今听说大王要罚楚, 这好比是两虎相争, 而让呆滞的猎权占了便宜, 大王不如于楚修好。 陈请言启说, 请允许, 陈就是我, 请允许我加以说明。 陈文之, 我听说, 物质而返, 东下视野, 物极必返, 例如东下交替。 冬至是太阳直射点最南端的极致, 直射南回归线。 过后逐渐北移, 是太阳直射点北返的转折点。 智智而危, 累其事也。 物品堆积太高, 就会有危险。 累积其子太高, 就是这个道理。 经大国之地伴天下, 如今贵国的土地占天下一半。 有二垂, 此从生明以来, 东西两方的土地都到边垂, 自古以来, 自从有人以来。 万成之地未尝有也, 没有哪个大国的土地, 有这么大。 先帝文王, 庄王, 王之身, 从先帝秦文王, 秦庄王, 再到大王您本人。 三世而不接地于齐, 这三代也没有跟齐国的土地接壤, 以决从亲之要, 以断绝各诸侯国合纵的交通要道。 经王三世盛桥首饰于韩, 如今大王您多次派盛桥到韩国去。 盛桥以北入宴, 盛桥吞并北烟之地。 尘请求谈谈其中的道理。 尘听说, 物极必反, 东下交替就是, 类物到顶就危险, 堆积其子就是。 如今秦国具有天下一半的土地, 东西两方都到了极远之边境, 这从有史以来, 就没有哪个大国做到这样。 从前帝孝文王, 庄乡王到大王本身, 三代以来从来没有与齐国接壤, 从而切断诸侯合纵的交通要道。 如今大王多次派盛桥到韩国任职, 盛桥并北烟之地入秦国。 士王不用甲, 这是大王不用发兵。 不生威, 而出百里之地, 没有伸张威士, 而多出了百里的国土。 王可谓能矣, 大王可称得上是有才能的人。 王又举甲兵而攻卫, 大王又发兵去攻打卫国。 渡大梁之门, 封锁大梁的城门。 举河内, 拔雁, 酸枣, 须, 陶人, 占领了河内, 攻陷了南烟, 酸枣, 须, 陶人这些地方。 楚燕之兵云响而不敢叫, 楚国燕国两国的军队望风而逃, 而不敢与勤兵较量。 王之功一多矣, 大王的战功赫赫, 太多太多。 王身惜重二年, 大王应该让军民舒缓, 休息两年, 然后复之, 幼曲蒲颜, 守缘, 以陵人平兵。 然后再出兵, 还可以攻取蒲, 掩, 守缘, 再进攻陵人和平丘。 小黄济阳阴城, 那么小黄和济阳就会固成自首, 而为是浮椅, 就会迫使魏国臣服。 王又歌蒲, 摩之北蜀之烟, 大王又歌让蒲水, 摩成以北的地方给烟国。 断齐秦之烟, 斩断齐国秦国的通路要道。 这是大王不用劳师动众, 不用施展威力, 而割地百里, 大王可称高手啊。 大王又发兵攻卫, 封锁大梁城, 占领河内, 攻取南烟, 三枣, 须逃人等地, 处阴两国军队, 回旋反顾而不敢与秦军较量, 大王之功也不小了。 大王揪兵, 两年后再出兵, 又攻取蒲衍, 守园, 驻兵铃人, 平兵, 那么小黄, 济阳将列兵自首, 魏国就会俯首臣服。 大王在歌蒲, 摩以北之地语焉, 切断起, 秦间的通道。 觉楚, 魏知己, 断绝楚国魏国的联络关节。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就业, 那么天下聚合五次六次, 也没有办法挽救局面。 王之威义异以, 大王的权威实在可怕了。 王若能持功守威, 大王如果能保持功绩和威势, 省功伐之心而肥人意之戒, 使无负后患。 减少功伐的野心, 反而宣扬仁义的告诫, 不再发生后患。 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也。 那么三王会变成四王, 五霸也会变成六霸。 王若富人徒之众, 大王如果以仗兵多将广, 仗兵甲之强, 以仗兵强马壮, 依毁卫世之威, 一心要击败卫国的余威。 而欲以立成天下之处, 而享用武力征服天下各诸侯国。 成孔有后患, 我担心会后患无穷。 诗云, 米不有出, 显刻有钟。 诗经上说, 凡事都有一个开始, 但是却少有完美完善的结果。 斩断楚位之间的联系, 这样一来, 山东诸国即使截聚联盟, 也不能相救了。 大王的威风着实让人害怕。 大王如能保住工业, 保持威风, 减少功伐之心而后失人意之道, 不仅免除后患, 而且三王不愁变成四王, 而五霸也不难变成六霸了。 反之, 如果大王以仗人员众多, 兵强马壮, 执着于击败魏国的余威, 而想凭武力臣服天下的诸侯, 臣担心秦国自此后患无穷。 诗经上说, 初始无不有诚意, 却少有能结局圆满。 译曰, 忽如其伪, 译经上说, 狐狸过河会沾湿他的尾巴。 此言始之意, 终之难也, 这说明开始容易, 最后是困难。 何以知其然也, 怎样知道是这样的呢? 知识见伐赵之利, 当年智博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利益, 而不知于次之祸也, 然而不知道于次的灾祸。 无见伐起之变, 而不知干碎之败也, 吴王只看见攻打其国有利, 然而不知道干碎的失败。 此二国者非无大公也, 这两个国家不是没有大的功劳, 莫利于前, 而亦换于后也。 贪图利益在眼前, 而换来或换在后面。 从而伐齐, 既胜齐国于爱陵, 跟从越国去攻打齐国, 在爱陵战胜了齐国军队, 环卫越王秦于三江之谱, 归途中, 回来时却在三江水边被越王勾建秦沙, 致逝信韩卫, 从而伐赵。 由于智博相信韩国卫国, 于是跟从去攻罚赵国。 攻敬阳之城, 胜有日矣。 为攻赵国的敬阳城, 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一经上说, 爱尾巴的狐狸过河, 也会弄尸尾巴。 这些都说明了开始容易坚持到底困难, 凭什么知道必然如此呢? 过去智博只看到攻打赵国有利, 而没有想到与次之祸。 吴王只看到攻打齐国有利可图, 而料不到干碎之败。 这两个国家都曾战功赫赫, 只是贪图眼前利益, 而忽视了祸患在后。 吴王相信越国, 赦岳而全力攻其。 在爱林取胜其人以后, 归途中却被越王擒杀于三江水兵。 智博亲信韩魏, 舍韩魏而攻赵, 为攻沁阳城, 胜利在望了。 韩魏反之, 韩国为国叛变了, 杀智博瑶于凿台之上, 杀了智博瑶在晋阳城边的土台上。 金王杜楚之不回也, 如今大王极度楚国没有灭亡, 而望回楚之强卫也, 却没有注意, 灭亡楚国会增强卫国。 成为大王律而不取, 我替大王担忧, 这计划不可取。 诗云, 但无远宅不赦。 诗经上说, 有大权威的国家, 安定远方, 不必征法。 从此观之, 楚国, 原也, 邻国, 敌也。 由此来看, 楚国是秦国的后援, 是后盾, 其他邻国才是敌人。 诗云, 他人有心, 愚蠢夺之, 月月缠土, 欲犬获之。 诗经上说, 别人有害我的心, 我加以推测, 狡猾的兔子跳跃着, 遇到猎狗就被抓获。 今王忠道而姓, 韩魏之善王也。 现在大王中途, 相信韩国卫国是有善我们的。 此证吴姓月也, 这如同当年吴王相信月国一样。 诗文, 敌不可义, 耻不可施。 我听说, 敌人不可以轻视, 时机不可以错失。 韩魏两国阵前倒戈, 杀志不遥在沁阳城下的吐台之上。 如今大王念念不忘灭掉楚国, 却没有注意到, 楚国的覆灭会增强魏国的实力。 臣替大王考虑, 认为不可取。 诗经中说, 即使有利益, 大军也不长途跋涉攻去。 由此来看, 楚国因是秦国的盟友, 临近之国方是敌人。 诗经中又说, 别人有害我之心, 我应时刻提防, 不断移动的角度, 躲不过猎犬的追捕。 如今大王在前后间相信韩魏清静大王, 这无异于吴王轻信越国。 臣听说, 敌人不可轻视, 时机不容错过。 诚恐韩魏之卑词律患, 我担心韩国卫国的卑微说辞会有隐患。 而时期大国也, 然而实际上是欺骗我们。 此何也, 王既无从事之德于韩魏, 这何以见得呢? 因为大王历来没有恩德给韩国卫国。 而有累世之愿矣, 却逝世代代和他们前有怨仇。 韩魏父子兄弟接种而死于秦者, 百事矣。 韩国卫国的父子兄弟 接连死于秦国之首的世代都有。 本国残, 社稷坏, 宗庙辉, 他们的国家残破, 社稷被毁, 宗庙遭到破坏。 枯腹折移, 手身分离, 暴谷草泽, 人们肚皮破裂, 下河折断, 身手异处, 百骨遍叶。 头颅将铺相万于尽, 头颅在地上乱滚, 随处可见, 满目皆是。 父子老弱系鲁相随于路, 父子老弱成为俘虏, 千绳祭所, 相随于道路上。 鬼神胡祥无所时, 百姓不聊生, 鬼神的孤魂, 得不到祭祀, 民不聊生。 祖类离散, 流亡为臣妾, 满海内衣, 妻离子散, 仍为奴隶的, 全国皆是。 承认为寒卫用卑微的言辞解除患难, 而实际上是欺骗大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王对寒卫没有姬世之德, 而有多代的积怨, 寒卫两国的父子兄弟接连不断死于情人手中的已有多代。 国家残破, 祭坛坏了, 宗庙坍塌, 百姓被剖腹毁容, 伸手异处, 百骨银荒, 人头死尸触目可见, 而父子老弱被掳掠押送的一路相伴, 鬼神胡怪无人供奉, 而百姓无法生存, 妻离子散, 流亡做别人奴仆臣妾的遍布各国。 韩魏之不亡, 秦社稷之优也。 韩国卫国如果不灭亡, 是秦国的忧患。 秦王之公楚, 不亦是乎, 可是现在大王却进公楚国, 岂不是大错特错吗? 世王公楚之日, 择恶出兵。 再说大王要进公楚国, 打算从哪条道路出兵呢? 王将极录于仇仇之韩, 卫乎。 大王是准备借到仇敌韩国卫国的土地吗? 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凡也, 那出兵之日, 大王就会担心不能返回秦国了。 世王以兵资于仇仇之韩位, 这实际上是用武力去帮助仇敌韩国卫国。 王若不吉禄于仇仇之韩位, 您如果不戒道于仇敌韩国卫国, 毕攻随阳语壤, 那一定要进攻楚国随阳西部之地。 随阳语壤,此皆广穿大水。 而随阳西部之地, 广泛分布着大河大水。 山林西谷不实之地, 高山生谷都是些不毛之地。 王虽有之,不为得地, 大王虽然占有这里, 和没地并无区别。 世王有回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这样宁徒有侵略楚国的恶名, 而无得地的实惠。 韩位不亡,秦国则永难安整无忧。 如今大王却攻楚, 难道不是大大的失策吗? 何况大王出兵法楚, 则从哪里出兵呢? 大王不会向仇敌韩位借道吗? 出兵之日, 大王就要担忧能否再回秦国了。 这是大王把大批兵马借给仇敌韩位。 大王如果不向仇敌韩位借道, 那只能攻打楚国隋阳、诱阳。 而隋阳、诱阳都是高山大河、 森林溪谷,不能开垦的荒地。 大王即使占有这些地方, 也算不上得了土地。 而这样大王屠有公储之名, 而无得地之实。 解王攻储之日, 在说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 四国必须起英王, 韩位召起四个国家定会联合对付您秦国。 秦楚之够而不离, 秦国处国交战, 兵连祸解, 就顾不了其他。 卫士将出兵而攻流, 卫国将成姬派兵进攻流。 还会攻打这些地方, 方宇、智、 湖林、 荡、 消、 湘。 故宋必尽, 以往宋国的土地将全被占领。 其人南面, 四北必举, 其国向南进攻, 四水以北必将陷落。 此阶平原四达, 高于之地也, 而王使之独宫。 这些都是四通八达的平原, 肥沃的良田美帝, 大王却让他们独吞。 王破楚予以肥韩卫于中国而尽齐。 大王打败了楚国, 却增强了中原的韩国卫国领土, 还增强了齐的国力。 韩卫之强足以降于秦义, 韩国卫国的强大, 就足以和秦国抗衡了。 秦南以四为境, 东复海, 北以河, 而无后患。 其国南边以四水为界, 东靠大海, 北以黄河, 无后顾之忧。 况且大王攻打楚国之时, 其、赵、韩, 为四国势必全力承煦而入。 秦兵陷于楚战, 无暇他故, 魏国将出兵攻取流, 方宇, 高, 胡陵, 荡, 肖, 香等地, 宋国故地必尽属于魏。 齐国向南出兵, 则四北之地必然备战。 这都是平原四通八达, 肥沃的地方, 而大王让魏, 其独自攻占。 大王出兵击溃楚国, 却让韩魏在中原地带得到厚利, 又增强了齐国实力。 韩魏两国强大起来, 足以与秦较量。 而齐国以四水为西径, 东陵大海, 北靠黄河, 再无后顾之忧。 天下之国, 莫强于齐, 天下各国, 没有比齐国更强的了。 齐魏得地保利, 而祥是下利。 齐国为国得到土地, 确保了利益, 而又假意当属下, 是奉大王。 一年之后, 为帝若未能, 一年以后, 称帝虽不能办到。 予以晋王之为帝有余, 但是阻止大王称帝, 却是辍有余力。 夫以王壤土之薄, 人土之重, 兵阁之强, 亦举众而驻地于楚。 以大王占有土地的广博, 人口的众多, 兵力的强劲, 一旦出兵和楚国结怨。 却令韩魏归地重于齐, 赤王师祭也。 反倒让韩国为国支持其国称帝, 这是大王失策的地方。 成为王律, 莫若善楚, 我替大王考虑, 不如和楚国友好。 秦楚何而为一, 秦国楚国何为一家。 林以韩, 韩必授手, 将兵靠近韩国, 韩国就必然俯首称臣。 王晶以山东之弦, 戴以河区之力, 秦国以小山以东的险要做屏障, 拥有河区的有利地形。 韩必为关中之后, 韩国只不过相当于秦国的一个官内后而已。 天下各国, 没有谁比齐强, 其未获得土地保有利益而假装服侍秦国。 一年之后虽然尚无能力称帝, 但阻拦大王称帝的力量还是有余的。 以大王将土之广, 民众之多, 兵马之强, 亦出兵于楚国结怨。 反倒让韩未支持齐王称帝, 这是大王失策之处。 成为大王考虑, 不如与楚国友好。 秦楚何而为依, 兵临韩境, 韩必俯首称臣。 大王据山东之弦为屏障, 拥有河区之力, 韩国必成为秦的侦察官。 若是王以十万数政, 梁氏韩兴, 如此, 大王以精兵进处韩国政地, 魏国就会不寒而栗。 许燕陵应成, 如国许成, 燕陵还成固首。 尚菜, 赵陵不往来也, 楚国的尚菜和赵陵 就会与魏国隔绝。 如此, 而魏意关内厚仪, 这样后, 魏国也会成为秦国的官内厚了。 王一善楚, 而官内二万成之主驻地于齐。 大王一旦和楚国亲善, 那两个充当官内厚的万成大国, 就会全力攻伐齐国。 齐之诱嚷, 可拱手而去也。 这时大王就可轻易夺取齐国的西部领土。 是王之地一任两海, 要绝天下也。 这样一来, 大王的土地从西海直达东海, 贯穿天下。 是燕赵无其楚, 从而使燕国、 赵国失去齐国和楚国的援助。 其储无燕赵也, 齐国楚国也失去了燕国赵国的支援, 然后威动燕赵, 然后威胁燕国和赵国。 持齐楚, 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疑, 挟持齐国楚国, 这四国不需急功, 就都会臣服了。 这时大王以十万大兵禁逼韩国都城正地, 为国必然恐惧, 许和燕陵两成就要必成自首, 尚采、赵灵都不与魏国往来。 这样,魏国也就成为秦在东方的侦察官。 大王一旦与楚修好, 而关内涵为两个大国自会努力攻齐, 齐过右方的土地, 大王就能功收可得。 这样大王的土地, 就能自西海至东海, 横绝天下。 这是燕赵没有了齐、 楚, 齐楚也没有了燕、 赵, 然后以魏王使燕赵恐慌, 胁迫其楚。 这样的话, 四国不带急功危困便会臣服于秦。 秦始皇二十年, 东方六国中, 以楚国较大, 上具有东南大片土地。 本年魏国投靠秦国, 使秦国驻魏国攻打楚国, 想要夺取原来宋国的地盘。 秦国调动四郡兵公楚, 目的在于摧毁楚国的实力, 迫使楚国服从。 这位游说的人, 就在秦国即将出兵时, 向秦王银正敬言说。 他认为秦国享用武力, 迫使各国称臣, 恐有后患。 又说, 破楚国而使韩国为国得力, 并增强其国的力量, 将使韩国为国有能力和秦国对抗, 又使其国再次成为东方强国。 因而攻打楚国的行动是不可去的。 好了, 今天就阅读到这里, 我们下一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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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 盧 辞 热谷 玉亩 辞帆了点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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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火 订阅 肉亡 吊 订阅 终尢阅 订阅 下火 订阅 辞 辞 庆囅 订阅 订阅 辞 暖门 辞 浏 出 重 门 火轢